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身上有一件异宝可能会影响到洞天伏地 差点忘了蓝白之花 当初在六皇战场 就是这朵花让匿迹们提前现实 这你倒不必担心 浮生天境可是先浮道地 不可能轻易受到影响 说得也是 那么我现在就开始修炼了 看来我之前的猜测没错 你身上的这道气息 具备万物始源的意志 只是太过淡薄了 万物始源 这涉及到了盖世霸主的领域 等你日后到了相应境界 自会知晓 这种气息你还有多少 五十多道吧 秦南 你将这些气息转让给我 我可以让你在这里修炼半个月 再送你一张 由我亲自炼制的人仙福禄 只要催动这张葫芦 就能侍奉出一记仙术 威力堪比人心衣处 好 在此修炼半月 便可完全化解心意 而那枚葫芦关键时刻 也可以用来保命 启禀长老 清玉古道 化神之湖 以及悟仙之石 都发生了某种异变 这三个宝地 从不对外来修士开放 数百年未曾有无异常 怎会突然发生一变 弟子也不知道 罢了 传我之令 让所有弟子提前进入宝地修炼 是 长老 只要三清古殿和明龙血场 没出什么变故就好 还差最后一点 立即之旋 众仙之妙 及其逆之力 融入血肉之魂 好一个逆迹之体 不仅可以自主恢复伤势 还能利用全身骨骼 结成逆迹之阵 再以肉身结成逆迹之术 将我的战力提升一倍 不枉我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练成逆迹之体 虽然还没到半个月 但继续待在这里也没用 是以后离开了 浮生先王留下的传送阵法 不知会传送到哪儿 到时先找个浮生天境的弟子 再给血远前辈留放心吧 这位道友 能否劳烦 我您开启一次的明龙血场开启了 可去年已经开启够了 今年怎么又开启了 怎么回事 三清古殿十五年才开启一次 这次居然也提前了 难不成 是因为我体内的蓝白之花 道友 你叫住我 是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啊 没什么 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 真是个奇怪的人 赶紧通过传送阵法 离开清盛天国吧 至于血远前来 只能通过汉文兵和仙术找他了 明龙血场和三清古殿 怎么突然提前打开了 难道浮生天境有了什么变化 至尊骨骼没有问题 鲜血通灵也没问题 对了 秦南说他有件异宝 可能会影响仙浮道地 定是他体内的异宝作祟 既然如此 那绝非一般的禁忌之物 你们三人 牵我少庆天小仙玉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找到秦南 早知道就不提蓝白之花了 不然 没准还能混进三清古殿 和明龙血场 罢了 去找下一个修炼之地吧 秦南道友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 莫非是怕了我们 你们一直在盯着我 能让我们两位盖世天才盯着你 是你的荣幸 管兄 这一次你别出手 看我彻底解决他 看周吧 真是波道 你这样的一拳 也想伤我 一拳不够 那就 两拳 居然 没想到你掌握了五斗四旗 难怪敢得罪我与万修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只要你为之前的事 向我们赔礼道歉 我们便既往不救 没错 你们二人屡次对我出手 还想让我道歉 你的确实力过人 但寡不敌众 你可不要不识抬举 我给你们三夕时间 只要你们自费一并 我就饶你们一命 管兄 既然他自讨苦吃 我们就成全他吧 好 三夕已过 既然你们不愿自费一并 那就休怪我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 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 都会不了的人 既然我不会崇拜 我家王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起头 使用一次多不机会 第五层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那就继续 真的 你让他九层料去了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了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情价血仇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 秦宇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想能够买吧 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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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